色转变中间,是明无常,无见自知善坏,色就是世大所造色,转变是指身住意灭向。 无见就是无有间断为世大所造色,予以转变为其他物质中间, 以其身住意灭,是向秘移,无有间断,而其一切性,却于无有间断的变化中,去与善坏,此为即世大造色,前后秘移。 秘移就是不容易理解,不容易知道,叫做秘移了,转变到不容易认识到。 中间转变,无有一个定常之相,称为转变无常,也就是既色称之时, 以及色灭之后,其相皆定,只是在其身已灭之中间,其相转变无常,而称为无常。 换句话说,这个就是这一派,此派外道,不计身相或者灭相为无常, 而是既身住意灭,四相中的意相为无常。 如如如若等,转变中间不可见,无常毁坏,一切性转。 这外道还举一个例子呢,譬如如如陈落或者是苏等的变化, 其转变中间的形象,所以不可见,已变一支相,念念有意。 所以在转变过程当中,善非有一定向出现,因此善无定向可见, 一直要到变成之后,仿有定向。 在此转变之际,虽无一定向可见,然无常却一其中,不断地毁坏,改变牛乳之一切性, 令其一切性,其转变。 由于此转变之相,无一定常,所以称为转变无常,也就是意向无常。 有说,性无常,性就是法,有计时有一法,名为无常, 而此无常之自性,得永不坏,然,却能令一切法变坏, 也就是此派,外道,不计生诸意面事相,为无常, 而计时有一法,名为无常,却又转计此无常之自性,本身为常。 那,以其性常,故能,故何能令,一切法无常便灭,无有修止。 又说,性无性无常,性无性,有性无性,就是有跟无。 也在说,一切有性与无性,皆是无常,归于断坏,此为究竟之断灭。 论者,最可怕的外道,断灭剑,拨无因果,有说一切法,不生无常, 此为记,有无恶法,无有生法之常,有不生,无还是不生。 为什么?有无恶法,怎么样?无有生法之常,称为不生无常。 入一切法,入就是骗入,骗于,为此无常法,骗于一切法中,令一切法无常变坏,令无常变坏。 一贯佛告大会,一切外道,所有其中无常,皆非无法也,何等为其,一则,彼有说言, 四大照作诸法矣,而即舍其能作之性,不互更作,也就是生矣,即富有能生性。 四明无常,此为于身向上,即无常者。 二则,1012,二则,第二种外道所主张的无常,是什么呢? 有说诸法之形象,处所变异坏,不得常住不变,四明为无常,此为于灭向上,即无常。 三则,有说其诸法之颜色,变迁之无常,此为意向上,即无常者。 四则,有说四大照射转变,成为他物质过程中间,无有定向可得,是名为无常。 以其变异之相,念念相细,无有间断,而一切性,却自知,趋于善坏, 例如由乳、陈洛、书、醍醐等,其转变中间之相, 所以不可见,然无常,却一其中毁坏,一切辱性,令辱中之一切性转变,称为转变无常。 此为相细不断之意向上,即无常者。 无则,有说时有一法性,名为无常,而此无常之自性,本身却是常。 那,且能令一切法无常变灭,此为既无常是常。 六则,有说一切有性与无性者,皆是无常,归于败坏,此为在灭向上,即无常。 其则,有说一切法不生,此无常,而此无常,骗入于一切诸法之中,令其无常。 此也是在身向上,即无常。 所以,一切外道,都是在身、住、异灭里面,即无常。 全论,此七种无常,其既造所有种种差别,然而主要的,还是不出一有无两种之间,而即四大性是常,能做诸法,成为无常。 接下来,七种无常,佛再一次的分析。 佛陀对大会这么说,这些断剑无常啊,断灭剑的无常,坏道。 接下来,大会,性无性无常者,为四大即所造致向坏,四大自信不可得,不生。 那么大会,这个七种无常,不是按照前面的次第。 佛陀把最严重的断灭剑,排在第一,让众生有所警惕。 其他六种叫做常见外道,那第一种,这个,就断灭剑外道,这个是最可怕的。 所以把它七种里面先调出来,断灭剑的外道,意思就是这种一落入断灭剑的外道,就没有救,波无因果。 所以先把它提出来,说大会,性无性无常者,意思就是有性,性就是有落,无性就是无落,皆归无常败坏。 那么,有性无性皆归无常败坏了,外道说,为能造的事大,以及所造的,的示威,这种志向,都归于败坏。 到最后,统统归于败坏。 败坏就是空无所有,你修多大的善根,没有用,会败坏。 你说多大的福德,没有用,会败坏。 你说,种了多大的法身毁命,没有用,你发大菩提心也没有用,为什么? 能造的事大所造的示威,志向皆归坏灭,什么都不存在。 这个就是断灭剑啊。 能造的事大,他这个坚实软动,是从自信空无所有,自信不可得,因为会坏灭故,所以万法空无所有。 事故啊,不能再生,不能再生诸法,不能再生诸法,也就是说,你说的善根福的因缘都不能相续,那么今天所有的吃的苦头,也没什么用。 也那个功不堂尖,对这个断面剑的外道来讲,那是多余的。 那整段,把它贯穿一下的意思是说,大会,有根无物皆归于无常坏灭,他的主张是什么呢? 外道这么说,为能造的事大,以及所造的,自信向,都会归毁灭,断灭。 你其总统的善根也没有用,能造的事大,自信,空无所有不可得,因为一定会败坏,一定会毁灭。 事故不能再生一切法,但不能再生一切法,所有的善根福的因缘都不能接续,这个以佛的对因果负责,刚好相反。 因为啊,断面剑是最可怕的佛,最先提出来,主是,性无常,性无性无常,这个就是指第六种无常,为一切有性无性,皆归于无常坏灭。 事大及所造自相坏,为能造的事大,及其所造的示威,其以自相,皆归坏灭。 事大自信不可得,不生,以坏灭故,因此能造的事大,其以坚实软动,是种自信,皆不可复得,事故不能再生诸法,所以称为性无性无常。 一贯大会,性无性无常者,为能造的事大,及其所造,设置自相,皆归于坏灭。 以其自相坏灭故,则是大自坚实,软动,是种自信,皆不可得,不可复得,事故不能再生诸法,故称为性无性无常。 全论,其无常总归不出于断常二见,此处的性无性不生,而称无常,就是断见,令其以六种皆是常见,因为断见之过比较重,危害较大,因为它会断了佛陀的法身毁命啊,所以佛最先提出来解释,令离这种断灭见的重过。 必不生无常者,非常无常,一切法有无不生,分析乃至为成不可见,此不生亦非生,世明不生无常相,若不劫持者,多一切外道,生无常义。 接下来,另外一派的外道,既有无啊,都无生,一种叫做不生无常啊,是必不生无常者,简单讲,有也不生,无也不生,他站在什么角度这么说呢? 凭什么说不生无常呢?有无不生是什么呢?他记一切法,非是常,而是无常,为什么呢?一切法,有跟无,都不能生他法。生不出,有生不出,无也生不出,皆不生他法,分析乃至为成,都空无所有。 没有,他不是空无自信哦,不可见,因为他没有见到,空无自信,不可见,就是我们现在讲,都落空,空无所有,什么也没有啊,分析到最后,有也不生,无也不生他法,分析乃至为成,空无所有,不可见啊,什么都没有啊,是不生亦非生,意思就是这个,这个就是外道所执着的, 不生的,不生的一理。但是他所执着,后面这补两个字呢?是啊,佛的境界,他执着这个不生的道理,有不生,无不生,推论到最后,有不生,无是无不生,分析的颗粒为成,通通不生,空无所有。 他所说的不生,他所说的不生之理,注意听,非生就是本生是非有,这个生表示存在,他所执着,外道所执着的这个不生之理,这个毅力,本生并不存在,非生就是本生并不存在。 本无所有,唯一是自信,忘记,忘记,并不存在,世明不生无常相,因为不能生他法,所以不是常。 因为啊,外道主张,怎么样?能生他法的,叫做常,不能生他法的,怎么样?叫做无常。 所以这个听得来吗?还是通通不,那我再举一个例子,看看你,各位,能生蛋的,叫做什么鸡?母鸡,是不是?不生蛋的,叫什么鸡?公鸡,很好。 好,还有一种啊,还有一种鸡啊,还有一种鸡,也叫做不能生蛋,但是呢,他也是一种鸡,怎么样?叫做铁公鸡,叫做铁公鸡。 所以这个啊,最继的意思就是说,能生蛋的,叫做母鸡,那不能生蛋的,叫做公鸡。 好,早已常见的,就是能生啊,能生早已常见的,那不能生,叫做早已断见的。 那么,能生的,叫做常啊,那不能生,当然就是无常了,无常了。 那么接下来啊,若不劫持者,多一切外道啊,妄于身中啊,既遭不生的无常。 那意思就是,已断于一切外道,妄于身中,既不生的无常,妄于啊,在这个身中,既无常。 该外道啊,妄于有身当中啊,兼职,有身当然是因为,原生当然是有身啊。 该外道啊,妄于有原生当中啊,兼职其为不生之法。 所以,叫做多,意思就是很矛盾的。 多一切啊,妄于身中,生无常意,就是妄于身中,兼职,既不生无常。 再把它解释一下,翻回来啊,1013。 说,妄于不生无常,是站在什么角度? 那个外道啊,站在什么角度,而说不生无常呢? 这外道站在这样的角度,既一切法非是常,而是无常。 但是站的角度理论是什么呢? 就是一切法,有无皆不生他法。 有无皆不生他法。 因为有无啊,通通不可得。 空无所有,分析乃至为成啊,都空无所有不可见。 是不生的义理。 非生佛在补一句。 这个不生的义理,非有生。 意思就是并不存在,有这样的道理。 并不存在,本身实在是非有生。 意思就是,不生的道理,其实啊,执着都没有任何的道理。 这个道理并不存在。 本身呢,无所有。 为是自信妄计啊,那只是外道的妄想啊。 使命不生无常。 因为不能生他法,所以他不是常。 因为不能主宰,不能主导,也不能创造。 外道能生叫做常。 所以不能生,就叫做无常。 因此啊,把它连接起来接近断灭间的外道。 那叫做不生无常。 若不劫持者,多一切外道。 啊,怎么样? 多一切外道,妄于原生当中,强烈的,又执着不生的一种无常。 非常矛盾的。 诸事,必不生无常者。 非常无常,此为第七种无常。 未必外道所说之,不生无常者。 乃未继一切法,非是常而是无常。 一切法,有无不生。 分析乃至微臣不可见。 此为一切法之有无,皆不能生他法。 分析诸法乃至于微臣。 只戏以求其生意,亦不可见有法生。 以无法生,故非是常而是无常。 所以称为不生无常。 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,叫做不生无常。 有无多不生,叫做不生无常。 此不生,亦亦非生,是名不生无常相。 为,外道如是不生之离,本生也是非有生。 也就是,必不生之离,亦不成生,并不存在。 为什么? 本无所有,多数外道。 自己忘心忘记,为之心记着。 记就是执着。 顺明为外道所记之不生无常相。 若不劫持者,对一切外道生无常义。 为,如果不截止此义者,则以一切外道同度于生中, 妄记不生,而称之为无生。 盖外道妄于有生之中,兼之其为不生之法。 故有此度。 义冠,彼,外道所记之替其种,不生无常者。 为其一切法非是常而是无常。 且言一切法之义有,跟无皆不能生他法,称为不生。 以比为分析诸法乃至于微臣之戏, 于其中推求生法之义,亦不可见,有一法从其终生。 以一切法无常,又是不能生他法。 所以称为不生无常。 是外道不生之义。 这跟佛讲的无生完全不一样。 佛讲的完全不一样。 讲的是原生。 体性本空叫做不生。 这个是在有原生当中的坚持,没有一法生。 哦,这个完全不一样。 这外道不生之义啊。 其本身一时非有生。 意思就是外道的妄想。 他所执着的这个不生理,其实并不存在。 本无所有为是自心妄计,是名为外道,所计之不生无常之形象。 若不杰之此义者,则多于一切外道,妄于生计中。 妄于生中,既不生之无常义。 全论,外道既有生为常,这是若于常见。 反之若即不生,为无常,便若于断见。 现在这一派啊,既有无都不生。 有无具无生法,之常称为不生无常。 这大会,性无常者,是自心妄想,非常无常性。 所以者何,为无常,自心不坏。 大会,此时一切,性无性无常事。 除无常,无有能力,一切法,性无性者,如状,瓦,食,破坏诸物。 大会,还有一种外道,所记着的,叫做性无常。 性的前面加一个字更清楚,就是实。 实性,就是有一种法,它叫做实在存在的,叫做无常。 而这个无常却是常。 叫做实性无常。 我们说诸法空无自性吗? 而这一派,兼职,有一种法,实性,实实在在存在有一种无常法。 而这个无常法,能坏一切相。 一切相之所以能坏,就是因为有无常的破坏,打击。 所以存在着一种真正的无常。 而这个无常的道理,永远不能改变。 叫做实性无常。 实性无常。 其实这是自性的一种妄想。 佛陀说,真正佛所讲的一切法,本来就是非常非无常。 无可言说。 而外道呢,忘记这是无常性为常。 这其实是一种妄想。 为什么呢? 佛陀解释一下。 所以者和为无常自性不坏, 他把这个无常自性为常。 无常有其不坏性,不坏就是永远常了。 就是说,这个无常啊,能破坏一切,可是它是永远存在。 它主导一切,能坏一切,而无常不被改变。 叫做无常性为常,不坏。 就是无常性,不会变坏。 为无常自性不坏,就是无常自性为常,而不坏。 永远存在,叫做不坏,常住存在。 这大会,此时一切,性无性,无常事。 外道怎么主张,说,哎呀,大会,他们外道怎么主张呢? 此时一切性,无性,从有性变成无性。 有性就是存在,无性就是不存在。 你看,一切法从存在变成不存在。 从存在的有,变成不存在的无性的无。 这个就是无常,所做事啊。 这个无常事,前面补两个字,所做事。 这样才看得懂了。 此时一切,有性变成性。 无性中间写两个字,就是有变成无。 这个就是无常,所做事。 此时一切,有性变成无性。 有性,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存在。 无性,就是所讲的不存在。 就是从存在的有性,因为无常,破坏,而变成不存在的无性。 就是这个意思。 这个是一切有性,转变,变化成无性。 这个就是无常,所做事啊。 外道,沾沾自喜说,这个不是很明显吗? 外道怎么主张,怎么主张呢? 外道说,除了无常,这个一法。 那么,就没有一法,能令一切有性变成无性。 把存在变成不存在,中间一直破坏, 分分明明搞破坏。 就是因为有一种法,就是无常, 所以它一直存在,让一切法能够败坏。 就是因为存在一法,有无常,而这个无常一直存在。 大家举个例子。 如,藏,瓦,石,破坏诸。 好,把笔放下来。 看这里,外道所主张的。 这个,师父的右手,拳头,比异作,比异作无常。 外道所主张的无常。 而这个无常,更古以来,无量节的,一直存在,一直存在。 一直存在,一直存在。 那法为什么会变坏呢? 就像这样,石头,石杖,这一只, 啪,破坏了。 无常破坏了。 啪,又破坏了。 这无常一直存在。 破坏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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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锁不断。 破坏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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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地万物,从人的身脑变食,是外道主张。 是因为有一种难坏,把存在,变成不存在。 存在,变成不存在。 实实在在的这种无常。 我这比异听得懂吗? 很容易了解,对不对? 那就是很容易了解了。 比一个,这个手势啊,你就很容易了解。 外道的主张是这样子。 那么后面那一段,佛就把它反驳。 这一段,师父再把它解释一下。 说大会,外道所记着,所执着的,一种叫做实性的无常。 其实啊,这也是一种外道,自己心的一种妄想。 佛陀以前曾经说过,一切法,本非常非无常。 超越一切常,也超越一切无常,本无可言说。 可是啊,这种外道啊,希望的执着。 有一种无常性,它是常的。 所以,这何为无常自性,是常。 因为它是不坏。 大会,此是一切。 外道怎么说呢? 外道说,这是一切有性,转变成无性。 把存在的有,转变成不存在的无。 这些怎么来的? 都是无常所做事。 这些都是无常所做的结果。 外道记着,除了这个无常义法,能令一切法坏面以外。 这无由义法,能令一切法,把存在的有性转变成不存在的无性。 一些搞破坏。 通常里面一定存在的无常。 如,藏,瓦,石,能破坏诸物。 藏,永远存在。 瓦,永远存在。 石,永远存在。 这些硬的东西,能够破坏一切。 当然,这个是主张他们性无常,就是无常之性永远存在的一种比喻。 这是外道所执着的。 主是,性无常,这是第五种无常论。 此为既有一法,名为无常,且既持无常法制性为常。 能令诸法成无常。 1016,是自信妄想,非常无常性。 非常无常性,就是非常非无常性。 此乃是外道自信妄想。 佛陀的政治,一切法,本非非常非无常性。 最终就是说,一切法,本来超越常,亦超越无常。 这个非,就是超越的意思。 从佛陀的政治,一切法,本来就是超越常。 不落入常见,也超越无常的断灭。 断灭见,叫做非无常。 这个非字,用超越的角度更恰当。 广即无常之性为常。 也就是说,既然一切法,本至无身。 非无常,这是佛所主张的。 怎么说有一法,名为无常呢? 这个是为理之言。 更只能说,此无常法,其性为常。 这不但为理,而且是至与相为,至相矛盾。 既是无常法,怎么会是常? 如果是性常,既不应名为无常,应名为常才对啊。 既名为无常,其性不应当是常啊,也应当是无常。 外道如是自信妄想啊,颠倒妄说,狂惑众生。 道理是讲不通的。 真正有道理的人,是放逐四海而皆准的。 为无常自信不坏,外道为此无常本身之自信不坏,而欠能破坏诸法。 这个都是靠想象的啦。 诸位啊,佛陀啊,说无常,建立在什么? 简单提示一下,建立在什么? 建立在无明共业所感的世间。 那一念无明把真如化作一念维系的生灭,再转成能锁,像分建论变成粗糙的生灭。 一切都是妄动,事故有无常性。 知道吗? 这是维心所变现出来的法。 好,纵然佛陀改变了他,正的真如进入金刚不坏, 可是共业所感的世界,这个共业所感包括整个宇宙,不只是三千大千世界。 无量无边星球的众生,都持有一分执着。 共业所感的无明世间,兼职的世间。 所以,以无明妄动化作一念生灭。 因此,无量无边的众生,都在生灭当中慢慢的成熟。 一切,包括动物啊,包括植物啊,包括矿物啊,其实都是空无自信。 所以佛讲的生灭,是由共业所感的无明,那维系的撒那所坚持的世间。 所以佛若成佛,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间。 因为无量无边的众生,都无明坚持一直存在。 就像,如果你一千亿个众生,你改变一个成佛,还是没办法改变这个世间。 那这个,后面再来,再继续举例子。 这个就是,讲到这个,我随便提一下,佛讲的无常以外倒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此是一切性,无性无常事。 性无性就是有性,无性,有性无性,此就是此极言。 一切法本来是有性变成无性,皆是无常所作事。 也就是从有并无啦,从存在变成不存在咯。 除无常,无有能令一切法,性无性则,外道既除了此无常之外,更无任何一法,能令一切法。 从存在的有性变成不存在的无性。 因为无常能破坏一切,变质一切吗? 底下书外道啊,自己讲啊,自己觉得有理,举一个例子。 卢藏瓦石破坏诸物啊,破坏诸物啊。 怎么样? 譬如,墓藏瓦石丹,能破坏诸物,而其自身且不坏。 这个是外道,其所有一种无常,而是常住的常。 常常无常,兼职,这个性是无常。 但是它是永远存在。 一贯,大会,外道所寄的,寄职的,第五种性无常者,是外道之心妄想,而以一切法本非常非无常性中。 忘记无常之性为常,所以者和为比例无常之自性为常,为不坏,而却能坏一切诸法。 大会,此即是言一切法,只从有性变成无性,且是无常所做事。 除了此无常之外,更无有其他任何一法,能令一切法,从有性成为无性者。 譬如,墓藏,瓦石等能破坏诸物,而自身不坏,以如是。 那么,藏,墓藏,瓦石,这比例啊,永远存在的那个无常。 因为它能破坏诸物,而自身不坏,因为自身还是无常。 一如是,此为外道所寄着。 好,底下,这一段是佛反驳。 外道的说法。 现见各个不义啊,是性无常,是。 非做所做,有差别,此是无常,此是是。 做所做无义,一切性常,无因性。 因为佛讲的这一段,很短暂,存在着确实很多的义理。 要注意听,佛陀这一段是反驳那个性无常,即实性的无常。 他主张是不对的。 佛陀怎么说呢? 佛陀说,我们呢,现见。 好,我们来观察,观察。 看到现在啊,的种种像,各个不义啊。 你在这个,看不出像里面,看不出能坏的无常性啊。 还有所坏的无常像啊。 你看不出来啊。 你能够在乳变成落中间,找出那个能坏的无常吗? 看不出来啊。 能坏的无常,所坏的这个像,你找得出来吗? 或者说,你看不出能坏的无常啊。 各个也没什么差异。 看不出能坏的无常,还有所坏的诸法。 各个有什么差异啊? 看不出来啊。 花里面,你找得到花能坏的无常,还有被破坏的像吗? 被破坏的法吗? 你找不出来啊。 能坏的无常性。 如果你看得出来,叫做有一种东西啊,能坏一切法。 可是,我们看不出。 万法里面,找得出哪个是能坏的无常性? 哪个是所被破坏的无常法? 各个有什么差异呢? 看不出来呢? 现今各个不义,看不出能坏的无常,所坏的法呀。 接下来,是性无常,就是是性。 停一下,是无常性。 此事无常性。 无常性,就是国啊。 此事无常性。 或者是,此事无常所作之事。 你根本就分不出来啊。 分不出来。 里面呢,非,就是没有能做,与所作的差别。 因为看不出来。 此事无常性。 此事无常所作事。 你看不出。 所以并没有能做,与所作的差别啊。 完全观测不出来啊。 此事无常,此性之因。 此事无常所造作变现的果。 底下说,大会啊。 如果我们知道,做,能做,以所作。 无意。 无意。 所作,以能做,并没有差别。 这个就是常咯。 因为,有能做,所作,当然这个就是无常。 那么现在,看不出来,能做,以所作,当然这个就是常咯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,一切性,如果是常。 假设说,外道,你所主张的,既然无常性是常。 那么,这个常,无因性。 那么,则无法成为其他诸法的无常因啊。 因为诸法,怎么样? 有无常坏面的因啊。 那么你现在是常啊。 对不对? 一切性常啊。 意思就是,一切性常,则无法成为其他诸法的无常因。 而令诸法有无常的坏面之因。 无因,性就是说,你既然前面讲的是常,就不能作为无常因。 就是这个意思。 无法成为令诸法无常的因。 常因应当得、常果嘛。 是不是? 那么你一切性是常,怎么可能让诸法变成无常坏面之因呢? 根本不可能。 好,整句,再把它贯穿一下。 这句是佛反驳外道他们的主张。 佛陀说呀,现在你注意观察观察,看看。 现在啊,看到各个东西,你看不出能坏所坏啊。 能坏是无常性啊。 所坏是一切法,你根本就看不出。 分不出来,里面有能所啊。 是性无常事。 是性是指无常性。 此事无常性啊。 无常事,此事无常所作事啊。 所以,是性停一下。 据点,是性停一下,就是此事无常性。 接下来,无常事,此事而彼此无常所作事。 并分不出来啊。 既然,没有无常性,以及无常所作事。 那么,就是没有能所,就非能作,以所作,变成有什么差别啊。 现在,你看到种种像,你分得出能破坏的无常性, 还有所破坏的无常法嘛。 你根本就分不出来。 没有能所嘛,也就没有差别。 没有差别,就是此事无常自性的因。 这个是无常所作的事的果。 你根本就分不出来。 好,就算,你所主张的,现在注意看,是有这件事情。 但是,你看看,如果知道能作,以所作的,无意。 你分不出来的时候,无意,那么就是变成常了。 有能作,所作,叫做无常。 现在没有能作,所作,当然就叫做常了。 好,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既然无常性,它是常。 常,怎么可以变成无常的因呢? 无因性呢? 这无法成为其他诸法无常的因,而令诸法有无常坏面之因呢? 我再把它贯穿一下,让你更清楚。 佛陀说,你现在根本看不出,有能坏的无常,所坏的诸法,各个有什么差异。 此性,此事无常性,无常事,必于是无常所作事。 看不出能所,就是非能作,以所作有什么差别。 此事无常自性因,此事无常所作事的果。 看不出来的时候,如果知道能作,以所作无意, 就变成没有能所,那么就变成常了。 能作,所作,无意。 有意叫做无常,无意就是常了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既然无常是常的话, 怎么可以作为无常败坏之因呢? 意思就是,常生出来的一定是常嘛。 那无因性,无法,常为其他诸法无常的因啊。 因为你说一切性是常嘛。 而令诸法有无常坏面之因嘛。 诸事,现见各个不义,是性无常事。 虽然外道既无常之自性为常,能坏一切诸法。 然而无人,却现见能坏之无常,以所坏之诸法,各个无有差异。 本能分别,此时无常自性能坏,彼此无常,所作是所坏。 以诸法无常,其中时无有,能作以所作。 以一切法,皆延伸无自性过。 非作,所作有差别,此时无常,此时是, 并非能作,以所作有差别之相。 而能定言,此时无常自性因,彼此无常事自相果。 若有差别之相,无人就能作如是指成,然诸法本如啊。 无有作,以所作差别之相,离以作所作。 若仍于其中,其能作以所作分别者,全是自心妄想。 作所作无意者,一切性常。 假如,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了,假如说,能作以所作,是没有什么差别。 没有能所,这一切法,之性,应当是常。 因为有能所,它会搞破坏。 没有能所,它当然就是常,一直存在了。 也有异象,才叫做无常啊。 如果没有异象,当然就是常啊。 若皆是常,这外道是无常论,就破了。 无因性,既无常,既以诸法不义, 则而不能称为诸法变坏。 变坏之因,另一切诸法称为无常坏面。 简直,简单来说,无常,无有为物,作因之性啊。 简单讲,无常,无有为物,作因之性, 以同于物故啊,跟物一样的咯。 一贯,虽然外道既不坏之无常性,能坏一切诸法。 然而无人现前,却见能坏之无常,以所坏之诸法。 而各个不义,无有意向,于原生法当中, 实无有能坏,以所坏之别。 因此不能止诸出,此事无常自性, 彼此无常所作事,并非能作, 与所作有差别。 相限,而就能定言。 此事无常自性因,此事无常事相果, 事故不应于一切法当中,做种种妄想分别。 若人知能咒,以所作,实无意向者, 这一切法性,应皆是常。 既然无常也是常, 那么则无法成为其他诸法无常之因, 因为你的起点是常。 而令诸法有无常坏灭性。 那接下来,这一段,既无常自性是常。 1018,最后一行,大会。 一切性无性有因,非凡欲所知。 非因不相似事生,若生则,一切性细节无常。 此不相似事,做所作无有别意,而细见有意。 这刚刚我们说,既无常自性是常的, 大会。 这一切性,一切法,从有性转变为无性。 这一切性无性,性就是有,无性就是无。 从存在转变为不存在, 从存在的有性转变为不存在的无性。 大会。 这一切法,从有性的存在转变为不存在的无性。 有因,实际上也有它的因。 也有它的因。 意思就是说,从有性转变为无性。 这种无常者,这种无常,实际上也有它的因。 这是诸佛菩萨了悟,才能彻底了悟,非凡亦所知。 但是,在这里要注意听。 我们佛所主张的无常是怎么来的? 因为这七种无常都没有讲佛的无常, 现在似乎不进去对断。 就是课本上所没有的。 佛陀所主张的这个世间,是由整个宇宙共业所感的世间。 而这个宇宙共业所感的世间,每一个人内心都充满着无名。 而无名会转化成,业力,业力会转变成正义二报,能所不断。 所以,从表象上来讲,我们有能跟所,能言心,所言净。 能言心是妄心,所言净也是妄境。 是生灭的东西。 好,在进一步深度里面去探讨。 慢慢地契入旧境意来讲的话, 实际菩萨,等级菩萨,还有一分最极维系的生灭。 还没有办法证悟到旧境极灭。 旧境极灭就是叫做常驻法身,叫做长极光净土。 是唯心真正的净土。 完全是真如所现的一个净土。 好了,现在我们不只是地球七十亿人口, 整个宇宙无量无边的众生,所兼职的这个宇宙。 那么,有青阴炎,还有苏阴炎。 比如说,地球的人,所执着的这个地球。 由无名的坚固力,所执着的地球。 这是地球人类的青阴炎,跟一切动植物的青阴炎。 可是对他方世界,包括火星,水星,其他的世界, 叫做苏阴炎。 苏。 我跟你,苏阴的那个苏。 你离我很远,叫做苏。 那么地球就是人类共业所感的青阴炎。 我们人现在都生存在这个地球。 这个地球跟我们最亲、最直接的阴炎。 可是不只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啊, 共同执着这个地球。 无量无边的众生,在他们的星球叫做青阴炎。 而我们这个星球对他方世界的众生来讲,叫做什么? 苏阴炎。 所以,执着的这个地球,不只是我们人类。 而是他方世界所有的众生,都认同有正暴。 一暴。 正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。 一暴有无量无边的世界。 所以,这是无名共业所感的一个世间。 这个世间会化作见像二分,主观跟客观。 再来,最维系的还是存在。 所以这个世间佛陀所说的无常,不同于外道。 外道通通在向上伸住一面论断。 而佛陀在哪里论断呢? 在唯心论断。 在罪集维系的生灭的无名论断。 这个就是无常的因。知道吗? 无常的因。 所以,在罪集维系,假设说了。 我们一楼二楼三楼今天,所有的众生都成佛。 你认为能够改变这个世间吗? 没办法。 事情有多少? 无量嘛。 你只能把你这一分提升到真如。 可是对供业所感的无名的众生? 没办法。 所以你就知道,这个供业所感的世间, 是由无名业力所串联的过去线在未来。 包括十方, 包括十方, 化作一念的坚固的执着, 妄动, 所产生的。 简单讲, 妄心所献出来的震报跟衣报, 都是生命的东西。知道吗? 真如所献出来的震报、衣报, 都是清静的东西。 物与累计啊。 所以, 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求生极乐世界? 没有其他地方去。 因为那个物与累计啊, 到极乐世界, 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 对不对? 所以我们累积了善根福德因缘, 能够得生彼国。 是因为我们的心够善良了。 诸而莫作, 众善奉行, 致敬其意, 修福又修慧, 听经文法, 诵词大圣经典, 普度无量众生。 这结极的时候善根的因缘, 累积的清净新性, 把生命转变成, 怎么样? 真如的世界。 这个是站在有能力来讲。 再来, 如果是净土法门就不一样, 除了智力, 还有佛的加倍力, 就不得了了。 为什么千经万论呢? 此次只归叫你求生净土。 正因为这里所化现出来的正一二报, 正报神通自在, 一报事事无碍, 你到哪里都没有任何的障碍。 所以这个世间怎么来的? 由污名业力转化而来的, 转化而来的, 没有实在的, 我像人像众生像瘦子像, 没有实在的境界, 由于坚固的执着, 所以转变的四大, 像是真的一样。 所以你逃不过这个大自然, 没有办法。 因为无量无边的众生, 再者之位, 如果我一个人, 你看过那个拔河没有? 拔河啊, 拔过来拔过去啊, 一条绳子啊, 对。 我一个人拔河, 那无量无边众生在那边拔河, 谁会拔得赢呢? 当然无量无边众生拔得赢, 我一个人怎么拔得赢呢? 所以你就算一个人成道, 物入无身, 你也是无量无边众生之一而已啊。 在经典里面讲, 佛不知道整个宇宙, 到底众生有多少。 所以一个人成道, 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间的。 那么有一个人, 问得很好说, 师父, 如果全部所有的人都成佛, 那这个世间是怎么样? 哦, 那这个世间通通化作长极光净土。 那你认为可能吗? 对不对? 这个要等多久啊? 好了, 我就简单一下啊, 这一句, 因为要解释这一句嘛。 说大会, 一切法转有性变成无性, 而现了种种妄向的无常, 其实也有因, 也是来自于众生共业无名的坚持, 这个就是从有转变成无。 但是这种境界, 非凡亦所知, 没有学过为世的人根本就没办法。 非因不相似是生, 非就是不相似因。 非因就是不相似的因, 所以这里要补三个字, 相似之因。 非相似之因, 因不能令不相似之是, 是就是果啦, 生就是利啦。 那, 产生啦。 意思就是, 亦因不能生异果啦。 再讲一遍, 不相似之因, 是不能令不相似之果产生的。 好, 接下来, 假设, 用假设的。 好, 亦因不能生异果, 假设是若生, 就是假设说它成立。 那若生就是假设说, 亦因能生异果的话, 那么就会很麻烦。 为什么底下佛陀解释说, 一切法细节无常啊, 一切法之性啊, 细节能令他法为无常的因啊。 一切性细节无常。 意思就是, 一切法之性, 细节能令他法为无常之因啊。 因为, 你前面讲的吧, 亦因可以生异果嘛, 若生就是亦因可以生异果, 假设这样成立的话, 是吧, 那么这个就麻烦了。 为什么, 一切法之性细节能, 能成为令他法为无常之因啊。 那么现在就麻烦, 例如说, 例如说, 这个苹果, 苹果, 苹果, 苹果一定要从苹果种子啊, 慢慢的, 变成树啊, 再开花再结果啊, 对不对? 好, 现在啊, 一切, 如果亦因可以生异果的话, 那就麻烦大了。 比如说, 种桃子, 它也可以产生苹果啊, 种李子, 它也可以产生苹果啊, 对不对? 亦因既然可以生异果的话, 那这个麻烦很大啦。 为什么? 万法都是无常, 都可以作为苹果的因啊, 混乱啊。 可是我们苹果怎么来的? 苹果, 一定有苹果的因嘛。 桃子有桃子的因嘛, 李子有李子的因嘛。 水果一定有, 有因才有果嘛。 这个很明显的是不可以混乱的, 啊, 不可以混乱的。 所以啊, 非相似因是不能产生啊, 不相似的果啦。 啊, 那么因为, 义因如果可以生异果的话, 这个世间就混乱不堪了。 那么一切法性, 一切法制性, 都能令他物成为无常之因哦。 因为, 义因可以生异果嘛。 人生难得, 经已得。 佛法难闻, 经已闻。 让佛法注释, 普利有情,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 希望大家发心, 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, 将手中的法宝, 一化为实, 实化为百,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,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 高雄文书讲堂。 范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